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月7号 今天的节目我们有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我是要谈论一下美国前总统卡特 他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第二个话题要谈一下崔永元爆料 他引发的最高法院的一个高级法官叫王林青 他发布的两个视频从小崔这次再次爆料谈起 好 我们先谈第一个话题 也就是在2019年的元旦 美国和中国正式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 当年主持美中建交的美国前总统叫吉米卡特 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如何修补美中关系避免现代冷战的文章 卡特在这个文章中明确说 40年前我和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变成了正常化 结束了中美之间30年的敌对 他说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了40年 证明具有不同历史的国家 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 是可以共同协作并带来更大利益的 卡特他看到了利益 但是他对中美之间当前两国恶化关系的担忧 他提出什么 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提到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恶化 美国彭斯副总统在去年10月份 在哈德信研究所的演讲中和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 同时副总统都有过明确的论断 而美国前总统卡特大言不惭的在他的文章里面说 1979年邓小平和我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着和平事业 尽管今天的领导人面临着不同的世界 和平事业仍然很重要 领导者必须为新的挑战和机遇带来新的愿景 勇气和各种聪明才智 但我相信他们必须接受的信念 即美国和中国需要共同的为自己 和为整个人类塑造一个未来 这是卡特的话 卡特他反复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强调他当年和邓小平建立中美关系之后 40年来中美之间的蜜月时期 他只谈到了中美之间的利益 他没有谈到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 他更没有谈到这40年来 中国利用美国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 中国背信弃义 中国两面三刀 以及中国欺骗美国 欺骗全球 包括中国向全球推广 他的红色暴政 包括中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也包括中国强行转让 在华的所有外国企业的技术 以及中共派出大量的间谍 和大量的留学人员 在窃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 这一系列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卡特闭口不谈 卡特的文章是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和欺骗性的 吉米卡特 他为他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这件事 他做出了贡献 感到了十分自豪 40年后的今天 他担心中美关系的恶化 他以为他自己还是在当总统的时候 回到了他任期的时候 所表现出那种对专制独裁者的软弱 和对世界和平正义的退让 他本人当年对民主和专制道义的不加区别 导致了中共这个流氓政权 今天在祸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而卡特不思反眯 既然还希望能够挽救中共腐烂的共产极权 不能不让我怀疑这么多年 和中共所谓的友好关系 是他卡特本人还是卡特家族跟中共 究竟有多少勾兑 卡特总统完全忽视了美国和中国 是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一个制度 胡言乱语说两个基本相似的经济超级大国 应该可以找到一种方式 共同发展 中国和美国共同发展是怎么发展 那就是中共对全世界的侵略和掠夺 那就是中共对全世界的欺骗 那就是中共对全世界所有的承诺 都一概不去执行 而不断地去窃取别国的经济情报 政治情报 从而加强中共的科技发展 中共今天对全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流氓行为 卡特没有看到流氓的表演 而只想到要跟流氓怎么样去建立关系 因为这个流氓很强大 这个流氓很重要 所以美国一届政客 他们忽视中美两国之间 它最本质的差别 包括中国残酷恶劣的人权状况 和越来越激进的红色中国对世界的渗透和侵略 这一切都是卡特总统根本看不到的 而他沾沾自喜地谈到 他四十年前和中共和中共缔结了什么外交关系 并且这个外交关系发展了四十年 美国获得了利益 美国是获得了利益 但是美国伤害的是更大 美国所受到的利益和他的伤害相比 他的伤害远远高于他的利益 东美建交这么四十年来 美国的政客很多人 包括很多是身为美国总统的人 他们特别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中国通 你要说他们不懂中国 他们不是中国通 那倒不是 他们真的是中国通 但是他们通的是中国的政府 他们是中国政府通 从来就没通过中国人民 无论是卡特 还是老布什 还是克林顿 这几任美国的前总统 他们在跟中共的交往中 他们所贴近 他们所贴近的是中共的利益 是帮助中共诸咒伪劣 残害中国本国人民 同样包括残害了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 中共之所以能够要求外国在华企业 强制转让他们的技术 之所以中共能够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之所以能够限制美国企业 有条件的才能进入中国去开发市场 之所以能够在WTO签约那么多年 都可以不对线任何承诺 可以随意破坏世贸组织的规则 就是跟美国这些亲共的总统 和美国亲共的这些政治家 他们的纵容分不开的 老布什总统能够在六四中共 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制和机关枪 枪杀北京广大市民和广大学生之后 一边高喊的所谓制裁中共 一边偷偷的和中共勾兑 他毫不要脸的在给邓小平的一封信里面这样写 说请注意这是一封私人信件 过去和你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是你的敌人 而现在和你说这些话的人 这是你的朋友 老布什一个美国当任的总统 他凭什么给屠夫写信 说是私人信件 他凭什么跟一个屠夫讲 他是他的朋友 跟美国总统把屠杀人民的跪着手当为朋友 那么老布什总统秉持的是什么样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克林顿比老布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克林顿一接任以后 为什么要一意孤行 要解除对中国人权和贸易最后一国待遇挂钩的问题 克林顿所谓的要帮助中国人民 究竟是要帮助中国人民解除他们受到人权压制 人权迫害 还是要帮助中共去加深迫害中国人民 所以你从美国这几任前任总统 无论是卡特也好 老布什也好 还是克林顿也好 他们都是完全不考虑 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府 对中国人民人权的欺压和人权迫害 他们只强调了美国和中国的利益 他们只强调美国和中国在做生意 在获得美国利益的时候 他们牺牲的是中国广大民众 他们无尽地受压迫 所以中国人民今天灾难深重 除了我们自己努力不够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抗击中共 没有能力去推翻中共 难道和美国这些无耻政客 这些著作为虐的美国全总统 帮助中共没有关系吗 到了今天 川普总统已经在制裁中共的时候 美国这几位前总统很着急啊 卡特总统写信克林顿总统在那个装聋作哑 老布什在临死之前都说 他不愿意看到中美之间关系恶化 那么你想想看 卡特当年和中共建交的时候 他有没有把人权作为中共衡量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大国 应当具备的道德标准啊 如果中美建交之前 卡特总统就把中国 把它塑造成对人权 对人权的尊重 对把人权尊重的标准 作为中国和美国建交它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道德观来考量的话 那么卡特总统在1979年跟中共缔结外交关系之后 他就应该对刚刚在北京发生过的民主西单墙 所有的政治犯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判的这件事 就应该提出他的抗议 但是卡特总统没有 所以美国和中共的建交 中共从来就没有感觉到美国对中共人权上有什么压力 仅仅是嘴巴上的和口头上的抗议 对中共来讲没有实质性的一点压力 所以才会发生1989年六四的屠杀 如果在发生这个屠杀时候 当时时任的美国总统老布什 能坚守美国的价值观 强力阻止中共的话 中共的屠杜敢砍得下去吗 就算中共一意孤行 中共完全不理会国际社会的抗议 六四屠杀会照样发生 我不否认六四屠杀邓小平他会照样发生 但是在六四屠杀发生后 国际社会应当怎么样去正确的对待中国呢 难道就像老布什那样 一边表面上的抗议 一边偷偷地给邓小平写什么私人信件 告诉他我和你是朋友吗 有跟屠夫做朋友的吗 你跟柜子手做朋友 你是什么人啊 美国是引领世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主要的国家 美国总统是体现这个价值观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面对中共对人民的屠杀 本来是国际社会应该对他严厉制裁 绝不可能像老布什那样表面制裁背后勾兑 可以说连萨达姆卡达菲这种人都没有老布什做得那么虚伪 所以美国的政客和美国的富豪 他们看中的只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利益 他没有想到过他获得这个市场和利益的背后 是中国人民献出斑斑的血泪 和中国人民奉献了无数的鲜血和他们的生命 你美国人跟中国人做生意没有错 你看中中国这个市场巨大没有错 问题是你在跟中共做生意的时候 能否守住你美国自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能否守住你这个底线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的一个富豪叫马斯克 也就是特斯拉公司 他在昨天也就是1月7号 他的第一座中国的电动车的工厂 在上海投产了 在上海破土东宫了 这也是特斯拉在美国之外建立的第一家工厂 特斯拉的创始人建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信心满满 他认为跟中共是可以做生意的 那么谁也拦不住马斯克 只不过马斯克如果不撞着头破血流 他是不会得出这个血的教训的 他昨天在上海和上海的官员们 一起出席了这个开工典礼 他说他们特斯拉的目标 是在今年夏天前就要完成初期的建设工程 并且在今年年底就要开始投产 因为这座建在上海郊区的超级工厂 他讲是中国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 这落实阿根廷 川普和习近平会晤后 中国对美国承诺的 外资企业可以在中国获得百分之百独自的 那么马斯克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因为他是中国第一家百分之百的独自企业 所以他的破土东宫和投产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那么马斯克为什么要逆风而上到中国来 是因为他觉得在中国建厂 可以让特斯拉不必担心 中国的消费者如果购买高昂的特斯拉 还需要向政府交纳高额的美国进口的汽车关税 因为在中国生产就算中国的车嘛 中国人就不要交进口关税了 这只是马斯克的一个良好愿望 他不知道中国除了这个所谓进口关税之外 有多少科捐砸税 有多少无数附加的费用 中国老百姓买你这台在上海出产的特斯拉 同样要付出高昂的 绝不比你美国进口少的费用 只是马斯克他自己不知道 他算不了这个账 但是马斯克看中的是什么 是百分之百由美国独自投产的这家工厂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跟过去 所有进入中国的外资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马斯克的这一次 是习近平答应川普以后做的第一个实验的样板 这个样板能不能有推广性 能不能在中国获得成功 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 马斯克投资上海的这座特斯拉工厂 他投资的总额高达20亿美元 是特斯拉在海外的一次最大的手笔的投资 马斯克是希望在中国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为马斯克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而中国政府他跟马斯克承诺的是 中国政府力争在2030年能实现百分之百的电动汽车的目标 问题是中国政府承诺的东西多了去了 有几个兑现呢 你认为还有十年时间 中国就可能实现百分之百的电动汽车吗 中国能有那么多电动汽车供应吗 就靠你马斯克的那点供应量 能保证中国这么大的供应市场吗 中国自己除了你特斯拉之外 其他的汽车厂商有多少能生产电动汽车的 有多少产量能保证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 庞大的市场在2030年仅仅十年时间 就完全实现百分之百的电动汽车的目标啊 所以我不知道马斯克有没有动过这个脑筋 他认为中国一定行 你觉得中共政府他讲的哪句话算过话 中共跟美国建交这么四十年来 他有哪一次跟美国兑现过啊 马斯克他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暗交显谈在等着他 让他的投资最终打了水漂以后 而且是因为中共政府的无耻让他交了学费以后 他那时候才知道 中共这个政府是绝对是打不了交道的 中共这个政府是从来不会兑现的 所以所以美国的政客也好 美国的企业家也好 他们只有在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以后 付出了惨痛的教训以后 他们才会知道中共是多么的残暴和凶恶 今天美国政府川普总统和川普的团队 之所以对中共进行严厉制裁 就是他们总结了四十年来 中国对美国所做的背信起义 而美国的前总统和美国的这些政客 这些企业家们 他们总是沾沾自喜的看到他们当年 跟中共递接了什么条约 跟中共搞到了什么利益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对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 对中国十四亿人民造成的伤害 远远大于他们美国获得的那点利益 美国前总统的话题 我们就谈到这 我们现在谈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关于崔永元的爆料 崔永元在今年1月4号 他在脱口秀节目 冯文风马牛年终秀的这个节目中 他露面了 那么在这次露面上 他谈到本次脱口秀的主题 他表示只能用害怕两个字来表明 因为他说好多人要杀他 崔永元在节目现场开玩笑地表示 之前内心特别的害怕 但是直到上个礼拜彻底放下心来 他说因为呢 因为太多的人要杀他 多少人他记不住了 既然有那么多人要杀他也就不害怕了 因为崔永元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他是从去年六月份以来 先后披露了娱乐圈的这个阴阳合同 以及上海警方的贪腐黑暗 最近他又披露了最高法院丢失 陕北千亿矿权案的案卷 因为他这几次爆料在中国引起了渲染大波 崔永元爆料的这几个案子 其中都涉及到非常多的重量级人物 他爆料了如知名影星范冰冰 知名导演冯小刚 范伟 杨子 黄森怡夫妇等人涉嫌偷税漏税 他还向中共的国家税务局和有关单位提交了585名 跟华裔兄弟合作过的 可能涉嫌偷税漏税的演制人员的各种资料 在去年年底十二月份 他揭露了中共最高法院在审理陕北千亿矿权案的过程中 政府案卷全部丢失 卷宗居然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办公室能够被盗走 而被他披露承办此案的法官名字叫王林青 王林青在崔永元报案之后 立即就发出了一个视频 详细叙述了他当时发现卷宗丢失的整个过程 他说当他准备写判决书的时候 他打开工作柜 拿出一审券和二审券的时候 要写判决的时候 突然发现后后一落的一审案件都在 而二审的一本证券和一本副券都不翼而飞了 所以他吓了一大跳 这个案件本身很重大 卷宗资料又是多么重要 这么重要的资料 怎么可能就在最高法院的办公室的工作柜里面就丢失了呢 所以说他感觉到百思不可及见 他跑去向他的庭长汇报 他这个庭长姓陈 看到王林青的视频里面说 陈庭长表现倒是相当的正经 让他回去再好好找到 他说他回去以后到处都翻面 鸡脚嘎拉都找过 就是没有找到 他实在是没办法 他又回来以后 他想到他们办公区 每一层都安装了若干个摄像头 而他的办公室门口正好就有一个 在他办公室的走廊镜头还有一个 等于有两个监控 他认为通过这两个监控 一定能看到 谁进入过这个工作柜 谁进入过这个房间 谁接触过这个工作柜 所以他就赶紧再找他的陈厅长 要求调取监控录像 查看丢失案卷那几天 是否有人拿走了这些卷宗 这个陈厅长让他和保卫处联系了以后 陈厅长自己中午一个人 去调取监控录像 而陈厅长调取监控录像 回来以后说 监控录像显示 王林青最后一次汇报案情以后 拿到卷宗回到他的办公室 把卷宗放在办公室桌上以后 监控显示他是空着手 走出了办公室 那也就证明王林青肯定没有带走安全 但是第二天监控就坏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蹊跷的事啊 在中国这个探头 一旦到关键的时候 它就会坏 不但是普通老百姓 要调取各种正义案件 想查明真相的时候会坏 连最高法院他们的视频都会坏 你想想中国最高的办案机构 中国最高法院他们的探头都会坏 那你叫老百姓遭受冤屈时候 想找回那些视频真相的探头案能好吗 所以中共这个探头 它什么时候坏 完全是党决定的 完全是组织上决定的 不是探头本身坏 你想想看 装到最高人民法院里面 那个探头质量要好到什么程度 它可能坏吗 所以王林青他根据自己后来的遭遇 他自己录了一个视频 对他自己承办这两个案子的过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同时在他的一个视频里面 揭示了最高法院高层 以及最高法院纪检组的办公室主任 强行要他按照院领导的意思 改判另外一所 他所接手的一个三西矿产二王案件 在这个案件中 他因为没有按领导的意见办 最终领导在他一次外出讲学的过程中 安排把他抓捕 进行审判 把他关了好几天 最后实在是查不出什么东西来把他放掉了 这个二王案给王林青施加压力 是再典型的 不过是中国的以权谋司 以权办案 中国的权大于法的案件 按照王林青自录的视频里面显示 这个二王转让案 施展案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在三西发生一个矿产纠纷 这个矿产纠纷的主角 就是大王和二王 这个案件本来案情很简单 大王把矿产把它转让给二王 二王已经把所有的钱付清 也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 已经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也就是这个矿产转让 已经完全完成了 那么二王已经开始 接受了新的矿产 已经开始在开采 在他自己进行经营的过程中 大王什么 大王突然发现吃亏了 因为他没想到这个矿产 实际上他的蕴藏量很大 那他觉得他卖亏了 所以他就找到二王 跟二王讲 你把矿还给我 我把钱退给你 那你觉得人家二王肯吗 如果你做这个生意 你是二王你肯吗 你当年花钱买下来 把事都办完了 现在他突然发现 这个矿他卖吃亏了 他来找你 叫你退给他 你会愿意吗 你肯定不会愿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王他就要求 你不还 我就去打官司 我认为我们的合约无效 他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合约无效 因为他觉得他有人 他可以通过法院 去强行宣布这个合约无效 把矿拿回来 所以大王就开始了起诉的过程 问题是大王的这个理由太牵强 所以一审法院一看到 他所提供的各种资料 就认定二王购买的这个合约 是完全符合法律手续的 一审法院就维持了合约的严肃性 就判决大王败诉 但是大王有人啊 有关系啊 很快大王就不断上诉 把这个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 那么恰好这个案子到了最高法 交到了王灵清手上 王灵清在审判这个案 王灵清在审查这个案的时候 怎么看这个大王都是无力取劳 你觉得吃亏了 你就要把它拿回来 中国人太没有契约精神嘛 你当年跟人家订了协议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嘛 人家二王付清的钱 有办好的手续 人家开采是合理的 至于你说事后发现这个矿 开采量特别大 运藏量特别大 你卖吃亏了 那这不是人家二王的责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王灵清自然 他会愿意认定一审判决是有效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纪监组的领导找到他了 愿领导找到他了 给了他很多压力 希望他能够改判 他没有理会领导的意思 而大王也给他打了电话 也通过人要给他巨大的贿赂 而王灵清他自己感觉到 他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贿赂 他只可能秉公办案 最终他没有按领导的意思 他把这个案子秉公办案下去 完全认定了一审的判决把这个案子发下去以后 那么这时候王灵清就麻烦来了 他在一次到外面去讲学的过程中 突然什么突然被他法院里面派人安排当地法院里面的基检组 把他扣押 然后带回北京 对他审查了很多天 去查了他所有的银行账户 他的收入来源 怎么查他都没问题 最终不得不把他放掉 所以王灵清他就感觉到 王灵清他作为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 他自己一个法学博士 他在办案过程中遇到了那么多的麻烦 就可以想象出中国的司法是多么的肮脏 多么的黑暗 王灵清整个这个案子里面所涉及的人物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最高法院的院长是谁啊 是周强 而他这个陕西千亿矿权案里面 当时时任的省委书记是谁啊 是赵乐际啊 赵乐际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中央总组部部长 所以王灵清他不能不考虑他自己可能再次受到陷害 因此他再次发了视频 都是为了表明 因为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 他的离奇遭遇 促使他录下这些资料以防不测 而在风口浪尖上的崔永元 他在谈到阴阳合同时候说 整个娱乐圈都在恨他 八千多个公司一夜之间就倒下了 损失了好几千亿 然后崔永元就话风一转 他自嘲说 我也是从网上看来的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崔永元提到 现在有几拨人要杀他 说是有二三十拨人要杀他 虽然有二三十拨有那么多人要杀 崔永元讲 他就不担心了 有的网友就向他提问 提到此前 崔永元曾经在微博中 谈到他自己有一个抽屉 这个抽屉很神秘 被网友们称为网络举报箱 那么崔永元就表示 这个抽屉其实就是一个普通抽屉 他说这个抽屉里面大概放了三千多份资料 而且还有视频 也有录音 但是抽屉在哪 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主持人冯伦就问崔永元 明年你的目标是谁 崔永元笑着表示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的名单里面究竟涉及了多少人 他说 这个还真的挺难的 我又不是纪检部门 我没有必要把这个里面所有的名单都披露出去 然后在节目里面冯伦就说 我们特别担心你啊 你没后台啊 你没后台怎么干的话 你这个人生安全怎么保障啊 没有后台支持的话 你这些料能不能爆出去 爆出去有多大风险啊 崔永元就笑着说 我后台特别硬 硬道你想不到 我不跟你说 你也别打听 省得吓着你 所以对于崔永元 是否有强大后台这个问题 我想所有的观众都会问 我个人认为崔永元绝对后面是有背景的 崔永元不但敢招惹于范冰冰冯小刚 华谊公司这一类的大腕 而且还接连披露了上海警方的贪腐问题 尤其是关于陕北千亿矿权案 他揭露的都是最高法院时任的院长周强 把矛头都指向了包括当时时任陕西省委租记 现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 如果崔永元没有强大的后台 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爆料这些的 如果他没有这种强大的后台背景 他的爆料刚刚出来就会受到封杀 那他的爆料之所以能够始终在存在 那就说明崔永元是绝对是有背景 有力量在支撑着他 有的人都说崔永元会不会成为别人的一个工具 成为别人的一个打手 你觉得凭小崔的智商 他会成为工具吗 不否认小崔很可能成为掌握各种秘密资料的 一个公开的发言人 但是崔永元的硬气 他主要是来自于他的心正 所谓心正不怕影子邪 作为一名有责任 有良心的主持人和公众人物 崔永元从实话实说一直走到今天 他靠的是他自己那份责任和勇气 中国社会就是缺少像崔永元这种 敢于向邪恶挑战的人 崔永元就算是别人的抢手 就算是别人的工具 但是你看没看到崔永元揭露的是黑暗 挑战的是邪恶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 央视知名的主持人财经说过 崔永元是这个时代里唯一醒着的人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也就说 崔永元要是没有责任感 他的病早就好了 崔永元他对他自己把握得更清楚 他就说我要是把良心丢了 我的病好了也没什么用 所以对于很多观众和广大网友来说 崔永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不仅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也是一个好的公共知识分子 崔永元的爆料内容之所以没有被中共官方封杀 是得到中共相当的一个部门允许的 如果不是这样按照惯例牵制到如此高官的密文 那早就被封杀了 但是从侧面证明 崔永元的爆料和他设计的材料都是有来源的 这些来源都是有粗促的 这些粗促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所以崔永元的爆料他仅仅是中国政治官场上的一出大戏 这出戏他的博弈双方究竟代表的党内是什么样人的博弈 他们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黑暗被揭露以后仅仅达到是一方权力人物 要达到另一方权力人物还是通过中共官场上的互相揭黑 最后拉动了这些黑幕以后 导致到官场的腐败完全的光天化日之下之后 让所有秉持正义感的人支持正义之后 最终共产党的邪恶也不能掩盖 然后导致到共产党在内部产生各种裂变 这种可能性都存在 所以我们乐见其成 虽然有人认为崔永元可能是枪手 崔永元可能是别人的代言人 我乐于见到像崔永元这种敢于直面邪恶 敢于直接挑战邪恶 敢于直接暴露邪恶的这样的枪手 中国正是因为这样有良心的枪手太少 如果中国有大量的崔永元存在 那么所有中共的秘密和中共的一些黑暗 都会因为像崔永元这样的人的爆料 而会引发出像王林兴这样正义的法官 他本人能够通过做视频 一是还原事实 第二个是揭露了黑暗 因为如果没有崔永元爆出 这个千亿矿产案 你能看到王林兴法官的这个视频吗 你看不到王林兴法官视频 你能想象到中国司法的黑暗吗 不要说中国继承的法院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已经是代表中国最高的政法机构了 他的判案都完全要受到院领导 受到集检组的这些领导的威胁 要希望通过权力去改判 通过权力去摩斯 你就可以想象出中国司法的黑暗 中共他的执政的合法性还在哪里呀 所以我们乐于见到像崔永元 像王林兴这样的人 能够不断的向社会公布这些丑恶 公布这些黑暗 任我们干架的看到中共的腐烂 加速中共的腐烂 最终让中共在正义的阳光下早一点崩溃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